哈囉 妳跟妳說 妳先生有沒有認出過來香港 有多少天 三天兩夜 三天有沒有帶小朋友一起過來 這一次沒有 沒有 因為太短了 太短了 最喜歡香港那邊 我最喜歡看 就是可以看維多利亞的餐廳 然後我很喜歡吃香港的甜湯 所以應該會去甜湯的餐廳 然後就在莫逛逛 最近住是不是在外國 然後我把小朋友一起帶去 對 我覺得很好玩 我很喜歡帶他們去世界各地 然後去探索世界 我覺得我的女兒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有請一個畫畫家教 然後讓他就隨性發揮 然後我覺得 他也這樣子脾氣比較穩定 然後比較可以 他在畫裡面可以抒發自己 我覺得是一個很健康的活動 兒子就是打亂 開始拿姐姐的畫皮 開始畫他的畫 所以我覺得兒子也是在學習 因為他就是學姐姐在幹嘛 他就跟著做 所以我覺得是一舉兩個 嗯 我覺得兒子比較乖 但女兒比較 他非常 我覺得他很好奇心很強 所以他想去探索世界 所以會比較活動 但是它是很好的 剛剛妳說 就是每次來香港 一定要吃的就是點心 對 我很喜歡吃港式點心 所以就是來香港 我就想吃道地的港式點心 最喜歡我覺得 小籠包 然後針腳 然後 珍珠丸 就是這類的 我有做過珍珠丸 但是我做得不夠 我覺得好像太濕了 就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腳好像有刺 有平分的地方 他們覺得都很好吃 然後去年的 這個Skyscape的成績這麼好 這陣營的人 又打算就是 探索你們的角色 挑戰什麼角色 其實各種角色 我都很open to it 然後希望就是一個好劇本 我都很願意去上去 有我女兒說 我媽媽的工作就是 打叔叔 就是我被她定義成就是 工作是打叔叔 所以蠻特別的 所以他們有說 我也有像媽媽一樣 就是打 就是在電影裡面打人 沒有 但她會說媽媽 那個大野狼 妳打他 妳可以打他 然後我就說我不會 所以她的印象 媽媽可能很會打架